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請收看 說故事時間 來喔!快來聽說句 大家帶我來喔 做回來學父了 警察的故事喔 阿成哥公告 將相本無宗 然而當自強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今天要跟各位菩薩 所要分享的主題 就是當事長和江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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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有一個當事長 他去工地來孫師 他看到一個江友 好很認真打拼 在那裡扭肚子 那麼在這個時候 當事長 看到這個江友 這麼打拼在扭肚子 阿彌陀佛 他心裡有一點感觸 他就嚇到那個江友的生活 旁邊 對著那個江友 他就把他打拼到頭 他說 加油!加油! 好好的拼 過去我 也是為江友做到當事長 但是在這個時候 江友聽到當事長這樣鼓勵 他也是有所感觸 這個時候江友 他也多辛苦 多辛苦 他就對著當事長的經驗 他也是跟他打打 他說 你也要加油 你也是要加油 我過去也是為當事長做到變江友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也讓我們看得出來 人生很趣 當事長做影響 當事長做高雄 我們都不知道 古早人有說 中雄本無中 南梨東祖宮 什麼時候要做大將軍 沒人知道 什麼時候要做大將軍 也沒人知道 因為名文 不難說 就是這個道理 在歷書上 有一個很有名的大將軍 他叫做韓信 韓信 他是西漢 開國三極之一 他跟彭越 跟殷部 當時並稱 韓信 三大名將 蕭和 他學到韓信 怎麼學到 他說韓信 他是國事無鄉 有處可見 韓信的財法 韓信的財靈 韓信的財政 都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如果我們有看過韓信的國事 我們就有辦法了解 為什麼韓信的財靈 韓信的財靈 韓信的財靈 他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 他要認真 他對他的本土 他要認真 第二 他要打拼 他不能多當什麼 事情到他的身上 只有完成 只有認真 只有打拼 那麼第三 他要打拼 好時機 若是有這三個條件 少數也會變英雄 說到韓信 真條沒年 在懷孕這個地方 出世到有一個小孩 他的父母跟他合作韓信 但是 自從韓信出世 他是出世在什麼種形的條件 第一 家中困苦 他沒有背 沒有母 沒有兄 沒有嫡 他 反省出世 在那個時候的死期 是真正是 戰亂的時期 所以反省 他完全沒有他 沒有我 他幾天就是 抓到一支當劍 跟一支消 那時候 在街路上 他就要浪流淋 現在換人家 換人家 反省在那個時候 他像七個小孩 好 他的生態也不好 如果是跟人 說話說不聽不懂 他就要跟人家去玩家 而且反省 他是真的有攻擊性 那麼在這個時候 韓信出世的死期 他的家庭環境 連韓信 他的外表造型 也生著不好看 韓信 可以說人生裡面 每一項 派文的 他都有 他都會遇到 韓信 他在故鄉 落屁 落屁到什麼程度 沒有 有一個 大口大伯 他是一個大口大伯的少年家 但是他落屁到 他沒有能力賺錢來賜自己 韓信 他是連吃飯都困難 連飯都沒餓還吃的人 在我們現代 我們想說 這大口大伯 青菜餐也有 但是韓信的命 他就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那麼韓信 他是怎麼來過生我 很簡單 臉皮叫給高高 今天吃這間 臉仔吃虛蝦 哇 這間吃了又吃虛蝦 連肉又吃虛蝦 吃虛蝦 整個爭頭 都去給韓信 吃飯吃到怕 吃久大家都怕 吃久大家都知道 知道什麼 好 今天 他要吃虛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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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他要吃虛蝦 好 大家勝出虛蝦 憲心 他真的大口 每個人吃虛蝦 那麼 今天 如果 抓到憲心 要吃虛蝦 的人 他就趕緊太多 好 這個虛蝦的人 都不敢白天 都太多 如果明天 要吃虛蝦 虛蝦的人 就關於問出虛蝦 都不敢給他進來 因為 沒人要給他吃虛蝦 憲心 他沒有吃虛蝦 有一天 他就 煩煩煩煩 煩到客人 在這個時候 有一群人 他在客人 在客人 洗三口 普通時 這群蝦 幾乎 幾乎 拿飯菜 給憲心吃 但是 當憲心走過來 要把他拿飯菜 的時候 這群蝦人 是那種心中 就說 要拿給你吃 但是 我內心裡面 又很不甘願給你吃 為什麼 你這種 很無忍的態度 人也不接受 但是 中期到尾 那些大針 那些阿姨 大家輕輕 跟他們便當家的菜 一粒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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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給憲心說 在這個時候 憲心 他跟飯菜 跟他接過來 他在那個時候 真的 內心很感激 說 他說 這個大針 等我 有一天 如果是發達了 我絕對會準備 好酒好菜 換來這個地方 來幫你們報答 我想不到普通時 對憲心 還要再客氣 這些大針 完全沒有給憲心民主 他說 你隨便去 你連今天這關就過不過 我比較肯笑 你有未來 哇 在這個時候 憲心聽到這句話 他也想拼起來 為什麼他要拼起來 因為 我們人要有自己 他拼起來 後來 他喝到他 又倒腰 連飯菜都沒拿 他就離開現場 因為 他不要讓他看不見了 他不愛說 他吃飯 就吃到這裡 沒有自己 但是 真的 貨不擔心 想不到憲心 離開客人 來到市區 激樓 的時候 他去遇到什麼 遇到 遇到 蔡西亞歐巴 削興 大家 都叫他 大股興 為什麼 因為削興 很大股 那麼 在這個時候 一群人 在大股興 他 住頭 在那裡 開腦的時候 他對韓神 這樣 住屁頭 他說 你這個無路用的卡小 你不要說 整天 抓一支破檢 就在那裡 隔開隔開了 若是有本事 我們在拼孫陽 我找你 頂高級 如果你不敢 跟我拼孫陽 你這個時候 很簡單 為我的腳膀 給我賺過 你若是為我的腳膀 賺過 我就要你一命 哇 在這個時候 憲心 原本 已經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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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 連站就站不穩 在這個時候 去用刺激了的時候 噢 這口氣 他不用再忍不住 反正 他整個臉中 紅起來 他這個臉紅起來 是想起的紅 不是建設的紅 他的下頭 馬上 穿一斤扶起來 他的手 為豆瓶 那裡 定調之後 準備要背刀 要來看 那個大口鄉 扶一個順 因為他在那個時候 他心裡想 反正 他已經走不路 為了一口氣 自己扶 那麼在這個時候 好啊 很多人 為了憲心 把憲心圍掉的 把大口鄉圍掉 為什麼 要看好戲 要看這兩個人 這樣拿刀 來照台 那麼在這種這麼近頂的 這個經濟的 這個經濟 之下呢 鄉鄉呢 憲心 去給他 忽然之間 他去燉 燉 燉 燉到什麼 我要成功 憲心在那個時候 在生死前 夢 那時候 他想到一點 我要成功 所以在這個家 的時候 第一堆死日 我要成功 憲心 他身腳都要跪下 一步一步 白桂 剃香 他的腳趁 在白桂上面 他的內心裡面 他不覺得見笑 他覺得說 男人 他的膝下有黃金 今天 我看下之路 民仔仔 民人 我是百萬雄師 憲心在這個時候 他把他的成功 看在後面 所以今天 憲心今天 他為什麼 比較落到這個程度 他去想到一點 我的命運 我是到底是 那個三個月 我收不到 很簡單 他找出來 我沒有飯堂吃 憲心 他全補 他找到他的命運 為什麼 開這麼久 他的理由 我沒有飯堂吃 所以憲心 他就去找 有飯堂吃的頭肉 來做 他叫做什麼 做兵 憲心 憲心是因為 沒有飯堂吃 他跑去做兵 那麼憲心 他在軍中的時尊 他遇到 他生命中的桂林 就是蕭河 好 當然這個歷書裡面 他有很多故事 典告 那麼在這裡 蕭河長 憲心 他的專長 他的專宅 他推薦給老邦 經過兩天後 老邦 他祖台敗將 好 這個專門是做得這麼大 他風 憲心 台中軍 憲心 憲心 有十萬台軍 靠井 雷國 好 那個三世鑽天 憲心 他手握好福 他另外一手 握冷氣 為風 暗暗 各位菩薩 你敢相信嗎 憲心 會做大將軍 過去憲心 六匹的時尊 沒飯湯吃 鄉人的腳趴 受人人甘的武術 有什麼人敢相信 憲心未來是大將軍 為憲心的這個故事 裡面 提起到我們 做人要有志氣 為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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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成功 我們不要怕苦 二十五年前 我去吉山國小 要聽一張佛樂鋼座 這張佛樂鋼座 朱鋼座 朱鋼林 在那個時候是 佛工山 義工法書 義工法書 在正台的時候 他第一句話說一句 二十五年後 我還要記到清清楚楚 他說各位菩薩 今天我要說的主題 就是 人生真相知多少 結果主辦單位 他在電話中 聽不懂得太多 現在在舞台中 他所掛起來的主題 是 人生身降之多少 在這個時候 醫工法師 他就自己說自己笑 啊 人生的真相 就是 生性降降 這就是 人生的真相 所以一開始的故事 讓我們知道 工友如果要變英雄 他的祕訣 他的祕訣 就是 認真打招 將就好時機 我還說回來 什麼是好時機 什麼是將就好時機 喔 有的人就在驕傲 好時機就是 別人來跟我們相助 不對 好時機有兩種 一種是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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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所要說的 好時機就是 好的心態啊 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心態 要正確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的心態 可以決定我們的出路 在這個世間上 最多做生意的是什麼 就是一種人 猶太人 猶太人他們裡面有一句話 大家人就親情一家小提琴 我們的心態就是親像現啦 就是親的現啦 囂張好心態 別人比較不會向我們親視 我們的跡沙 真竟有一場 大家公信的 這個打不回 那個打不回 叫做破破 爛爛 打不開了 這個打不開 他在打不換當進行的時候 聽到這句 在這個破破 爛爛 打不開 裡面所買的東西都是骨灰了 那在這個這裡 明明 破破爛爛 為什麼有人來買東西 那一個人所想不一樣 有的人要來這裡叫俗仔 有的人來這裡是要叫看有孤獨舞 有的打不拼 他很久很長 但是他是價值連城的大孤獨 所以每天那一邊打不拼 如果在開盆的時候 就有五色人就來 在這個時候有的看老人 有的人真的要叫布 那今天 當這個打不開的時候 打不開的時候 他站在打不台上 他擺去之後 喔 一樣 看到了一群人 都圍著 在那看老人 今天這個打不開的時候 他是無精打採 他的臉 別人沒苦過 他自己很辛苦 為他的臉、為他的表情 像要跟大家說 今天這個火燒很壞喔 沒什麼好東西可以買喔 那麼在這個時候 打不上他就起來 看到台下頂準備買的東西 他就這樣打不開 這樣翻翻翻 來到這支小提琴的臉頭上 這支小提琴 看起來就非常的久 非常的伏 那外表還有磨損很厲害 這支小提琴 那麼這個打不上 把小提琴拿起來 就把琴弦這樣補一下 補一下的時候 唉唷 那聲音都糟糕了喔 這樣 錄一個之後 那聲音完全到不聽的聲音 那麼在這個時候 連打不上 打不上 打不上 他自己看也看得到頭 他在這個時候 他都沒有熱情喔 他就開始出介紹 他就開始出介紹 他說 不必你出 我先出 十塊美金 發起了 結果現場的人 看到那支小提琴 十塊美金 好 沒價錢啦 所以沒人接 大家點點 那個打不上 他自己本身 為十塊 來價錢 五塊就好 那在這個時候 零五塊 也沒人買了 他就價錢 他就繼續 他就繼續 到最後 到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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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五角的時候 沒有人印象 打不上 他說 五角人 只要一個五角人 我知道這支小提琴 他價錢沒有多少錢 大家 打一個五角人 你就有小提琴 你就可以抓回去 那麼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頭問 這樣 撲背撲背 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 他走到 打不上的頭前 他就問那個 拍賣三講 我敢不敢 他就把這支小提琴 來找看 你這支小提琴 拍賣三講 他就把這支 很久 很長的小提琴 交給那個 白髮的老人 這個白髮的老人 他拿到這個小提琴 後 馬上為落地 拿到他的手間 他很小 跟小提琴 上面的灰塵 都跟拌拌 跟小提琴 人家很小 就把他拌拌 乾淨 那麼 這個白髮的老人 在這個時候 他就跟自己 又撩一個小提琴 欸 他為什麼 每條都走 他就很緊張 一條一條 跟他調音 每條都調音 到好的時候 那個白髮老人 他就正式把那個小提琴 潰拌他的野獎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牛小提琴 他就開始在那裡演奏 為這個時候 小提琴 他演奏出來的音樂 是現場 全部觀眾裡面 都是很積極的 都有聽過 而且很好聽的音樂 那個微妙的樂曲 跟旋律 都為這支 剛才看不見的 小提琴 把他流露出來 喔 白髮老人 一直喵 一直喵 當他把小提琴的樂曲 他來 揉耍了的時候 現場的人很感動 有的人 又偷偷在那裡 在那製麥曬 這個感動的麥曬 這個時候 拍賣商 他的眼睛一亮 他也是去讓那個白髮老人 給他電到 他也很感動 他就用那種 更悅的聲音 就說 我們今天貴賓 我們這個時候 為這支小提琴的雞蛋 我們來出一個雞 結果在現場 第一個出雞 一百塊米金 第二的 馬上唱到 他說 兩百塊米金 第三的 三百 四百 五百 他在天 天到沒了 那支小提琴 是用一千塊米金 來成功 現場的人 也為那個賣家 把熱力掌聲 恭喜 他買到一支 好的小提琴 那麼現場 有人在想 為什麼 有人 感恩 花一千塊 買一支 剛才 連五百 人 也沒有人要 小提琴 他在那裡想 他在那裡想 到他想通 這個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小提琴 他的音準 調好了 他的音準 他沒辦法揶出 給人 感動 感動 我們人的 心態 會 力氣 所以小提琴 會記得 照顧師 大 客師 我們人生不是一樣 學會受騎 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調整好 我們的心態 就是在提醒到 我們人生的價值 不管是工友 不管是黨室長 都是人 尊重有差別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的價值 在這個時候 我要享受合唱 和各位菩薩 共同免禮 我們要提醒到 我們人生的價值 我們要做 一個有路用的人 我們要吃苦 我們要喝奶 最後照顧大家 奧密度佛 財政協會 郵政劃博 負名 中華護身協會 劃柏帳號 42138483 42138483 銀行帳號 銀行代號 土地銀行 0005 帳號 012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顧值 顧生 放生 超度 因生 卫生 胎儿 包你转 疼 别让金融诈骗有机可乘 防范金融诈骗切记五步 不接 不点 不听 不怕 不给 别让你的投资变成诈骗者的投机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哩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 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为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是尊者往东来 却被魂修化禀开 东陀若无尊圣座 我们来以脱尘埃 而就是 玄��隙的生活 还有狼火 死在者 方便 跟焗 Bizente 若无尊圣库 却被转去 如果要与清楚 在刚愤 стен 我会感到 神经 鲜 対 三季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